一要更好服务保障元首外交和中心工作 明年元首外交将掀起新高潮 主场外交也将亮点分成 我们将趁党的二十大东风 全力做好总体设计和服务保障 展现新时代 新征程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气象 牢记国之大者 紧密对标党和国家中心任务 主动识变 应变 求变 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外部风险挑战 二要统筹拓展全方位外交部局 深化中俄战略互信和互信合作 夯视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落实中美元首达成的共识 争取中美关系 校准并重回正确航向 密切中欧高层往来和战略沟通 推动中欧关系 行稳致援 坚持清诚汇荣理念和与人为善 与您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 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 秉持真实清诚理念和正确毅力观 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维护拓展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 三要不断汇聚全球治理的最大公约数 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 大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以推动建设新兴国际关系为路径 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为依托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为全球发展和安全事业 形成更多的共识 汇聚更大的力量 采取更多的行动 四要积极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 和对外开放 明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 各方都期待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共同总结成就 薄画蓝图 让这条造福世界的发展带更加繁荣 汇集人类的幸福路更加宽广 疫情防控 在取得重大成果基础上 面临新形势 进入新阶段 有必要为中外人员往来提供更多的便利 维护产业链 供应链的稳定畅通 培育全球发展的新动能 我要持续助劳 捍卫国家利益的坚强防线 旗帜鲜明的 反对一切霸权霸凌霸道 抵制任何单边保护行径 坚定维护国家的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同一切企图辞职 甚至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势力 开展 坚决斗争 牢牢掌握 我国发展和安全的 战略主动权 六要着力提升国际传播力和话语权 深入做好党的二十大精神 阐释宣戒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中国是现代化的故事 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故事 不断增进国际社会 对中国道路 理念 制度的理解和认同 要适应数字化 全媒体的新发展 让真相传得更广 让谎言 无处遁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